美中關係的變化 當然影響台海的局勢 今天一早台灣西南空域 這個台美中三國軍機交鋒 事實上馮四寬證實 他過去在國防部長的任內 曾經直接授權 那這個軍方的空軍 萬一某些必要的時候 可以發動反擊或者發動第一擊 那我請教矢板明副先生 台海局勢現在連鎖螺絲都感到緊張 那當然日本對於台海局勢的 關心安全也是特別重視的 那這一次美軍撤離阿富汗之後 比較大的軍方也布局在亞洲 你怎麼觀察這樣的變化 我覺得最近就是說 日本對中國 其實我覺得最近的疫情之後的 國際關係有很大的變化 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 就是日本對中國的政策 是越來越強硬了 那麼在幾處幾點 比如說今天 昨天8月15日 這個日本的終戰紀念日 就是說日本敗戰的這一天 日本的安倍前首相 去參拜了警戒神社 在幾天之前 安信夫的防衛大臣也去了 這是安倍的弟弟 這個其實某種意義上 也是有點像中國挑釁性的性質了 那麼日本的話基本上 就是日本的國會議員 去參拜警戒神社的話 中國是 就是雙方有默契 就是不說話 但是幾個重要的大臣 比如說外務大臣 官方長官 防衛大臣 這些去的話 中國會抗議的 那麼這一次呢 這個安信夫呢 他是沒有8月15日去 提前兩天去 這也稍微對中國 有一點點就是考慮中國的立場 但中國會 也是就中國的國防部 外交部也是非常強硬的 在抗議 那麼其實中日關係 對這個靖國神社問題 或者叫歷史認識問題啊 這是多少年以來 一直是剪不斷 李海關的這麼一個事情 就是一旦有風吹草動的話 馬上這個事情就浮出檯面 那麼就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呢 就是說你在靖國神社問題 歷史認識問題啊 你永遠就要浮動匯率制 你今天這個事 你今天的底線是這個 明天底線要降下去了 那麼在日本的歷史上呢 很多的首相 比如說田中角榮啊 大平正芳啊 這些人都去參拜過靖國神社 但中國基本都沒有說什麼話 沒有說什麼話 就是說還把他們當這個 中國的好朋友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那後來什麼 中村根康宏啊 乔本龍太郎也去過 去過稍微抗議一下 後來就沒事了 但是後來呢 小泉純一郎 安倍晋三去的話 就往死裡狠打 就是你是沒一個 統一的標準的嘛 所以日本其實也蠻困惑的 那麼還有一個呢 中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有14個 這個假擊戰犯 所謂假擊戰 中挑英雞他們 藏在經國神社 中國說你把那幾個人請出來 你就是說任何國家都有這個 怎麼說呢 台灣有忠烈祠 中國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啊 都有為國殉難的這個戰士們的公墓 你去悼念他沒問題 但是說你把這個 假擊戰犯放在一起的話 這個就不一樣 但是其實對日本來說 首先 靖國神社是一個純粹的民間的宗教組織 跟日本政府是沒有隸屬關係的 所以日本政府沒有權利跟這個一個宗教組織說 你把誰誰拿出來 這個是必須宗教主義在做主的 而且當年呢 裡面有大概將近三百萬的 為日本就是為國捐躯的軍人或軍官嘛 他們是當年他們一起出去 戰爭的時候都說死後我們要回到經國神社 都是當時有這麼一個 互相有一個默契的 所以說呢 作為他們因為國家權力發動戰爭而死 那麼他們死亡之後 國家權力的代表者 應該去祭典他們 這個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說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永遠一直是糾纏在中國的雙方的 我認為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是中日的文化不一樣 中國的文化就是說 你死後先給你蓋棺論定 看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如果你是壞人的話 照樣往死裡打你 這個最明顯的 比如說有一個汪精衛汪兆明 他死後葬在中山林那裡嘛 最後蔣介石還給他墳墓炸掉 炸掉以後就是 說完全就是不能葬在一起嘛 還有一個就是古代有個秦桧夫妻 說害岳飛的嘛 他最後死完以後讓他夫妻兩個做個白鐵的像 跪在岳飛墓前面 讓千古讓人退去 罵他就是這種人 你死後我認定你是壞蛋的話 我永遠不能寬恕你 但是在日本的話其實人一死的話就完全 生前的所有的罪惡都已經完全消失的概念了 比如說我們去日本的這個上野公園前面 有個西鄉隆盛的像一個很大的 西鄉隆盛呢就是最後他發動反政府政變嘛 西南戰爭嘛 那所以說他明明是叛軍啊 他是反政府的 但是他死了以後呢 現在也紀念他 就是某種意義上 日本是不論是非的 就是你死完以後我就就是 但這點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日本總覺得 我們去祭典死者 你在那裡說三道四做什麼 總有這種不一樣的東西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真的 日本啊 就是說中國總害怕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 這個完全是唯一體 這個前不久 台灣有個民調說如果說這個武力 共軍武力犯台 台灣人據說有65%的人 願意拿幾槍保衛台灣嘛 日本四五年前做過 只有11%的人願意拿幾槍保衛祖國 對啊 所以哪有軍國主義啊 這個根本 連自己國家也完全守不住 所以說這個軍國主義 這完全有文化的誤解 也有中國在這個政治議題的操作 它只要是在歷史問題打日本的話 日本就不好反擊嘛 所以現在呢 過七十年 前不久剛剛不提了 現在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而且最近又出現一個新的事情呢 就是在國內 有一個叫張哲涵的一個明星 他呢是2018年 2019年去日本參加朋友的婚禮 在一個叫奶木神社 參加婚禮 然後呢 他是路過金國神社 他還沒進去 然後金國神社有櫻花 他拍了幾張照片 就因為這個事情 他27個代言 現在全部被小孩 對呀 就跟那個小S比小S還過分 而且他還沒進去啊 他只是拍櫻花啊 對對對 所以說他這個 就說他參派了 這根本就是亂扣帽子嘛 對 所以那小S就說你就是台獨 你怎麼解釋你就是台獨 他也就是 我在門口拍張照片 現在路過都不可以了 就是說在整個這種就是文化 現在中國就是某種文革式的 一個是仇富 一個是就是說排外 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名人 對名人的羨慕嫉妒恨 就全部爆發出來了 那所以說這種 特別是奶木西典也變成 奶木西典 台灣人都很熟悉 做過台灣總督嘛 他1912年就死了 跟日中戰爭基本沒關係嘛 但是奶木西典也不行了 就中國現在已經完全進入 這個文革式的 狂歡型的玻璃心了 如果他照這個規矩來做的話 那全世界 過去有八國聯軍嘛 這個 全世界所有國家 所有的名人 所有的設施 都有辱華的歷史 你全世界哪裡都不能去了 所以說現在中國 已經變成這種狀況了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危險的狀況